同学们大家好 Jekko Josh和大家见面咯 我们上课咯 在星期二同学们已经看过了 Jekko Josh和大家分享的教学视频 现在老师要和大家一起讨论 在Google Form里面的练习的答案 然后你们可以从中做订真 或者是看看大家错在哪里 好,首先同学们我们看第一题呢 是关于电源的题目 这里有六个图画 给写出代表各种电源的英文字母 好,这里有六个选择 就是P是发电机 Q是干电池 R是水力发电站 S是蓄电池 T是太阳电池 以及U是小型发电机 好,同学们 大家一起看第一个 第一题呢 是什么电源呢 对,它就是干电池 所以是Q 然后第二题呢 是发电机 所以是P 而第三题这一个呢 就是我们父母亲所开的车 向前面呢 在引擎旁边有一个的电池 这个就是蓄电池S 然后同学们有些同学们的家呢 在屋顶上有装有一个太阳能的热水器 它也是有着一个太阳电池板 所以是T太阳电池 而这个S呢 在上个星期同学们有去观赏影片的嘛 这个呢 是我们脚车 脚车是装在脚车 然后让脚车的前头的车灯呢 可以发亮的一个小型发电机 所以是U 现在我已经在视频告诉大家了 现在的脚踏车呢 都很少装有这个小型发电机 他们都是装了一个类似手电筒的 用干电池的灯放在车的前面 是自行车的前面 好,接下来最后一个 你看到图画剩下就是水力发电站 就是在水坝 那一边建造了这一个水坝 然后利用这个水坝的水力 这个河流的水力 推动了水坝里的水轮 然后启动那个发电机 使它 然后把这个发电 过后由这个电缆呢 输送到每一个 每一户人家 或者工厂或者学校等 好,来 同学们我们看第二 里面 可以写出完整电路的元件名称 好,在星期二的时候呢 同学们已经学习了 有四个元件 是一个简单电路里面 所必须的那个电路元件 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电路 就是开关 干电池 灯泡 和电线 我们看第一个呢 第一个图画指着的是 开关 对,开关 现在这个图画里面的情形啊 这个图画里面的情形 这个开关呢 是按下的 所以它是 接通了的 接通了电流 好,然后第二题呢 这个看图画 已经知道 是干电池 干电池 同学们 它是这一个电路里面的电源 然后第三题就是电线 电线就是电流 要靠着这个电线来 传输那一个电流 让灯泡收到电 然后呢 电线里面呢 其实是铜线 金银铜呢 三个呢 是世界上良好的电导体 而我们最好的电导体呢 金银铜里面呢 当然是金 是最好的电导体 可是我们不可能拿金 或者拿银 来做成电线 因为金和银 是比较昂贵 现在你要知道啊 铜也是很 价钱也是很高的 有很多 有很多贼啊 也会去偷我们TNB 就是我们的电力公司的电缆 所以有时候你可以看到报章上 报道说 它多少捆多少捆的电缆被投了 当然是还没有装上去的啦 装上去的电缆是有电的 会电死人的 然后接下去 最后一个就是灯泡 当然 这灯泡的作用呢 就是让如果灯泡发亮 证明你这个电路是完整的 电流有通过的 所以灯泡会发亮 这个东西呢 除了灯泡以外 我们还有在我们最后最后一题的 对不对 你们已经做Google phone了 那个封明器也是可以证明说 这一个电流有通过 然后那个封明器就会发出声音 所以这一个东西就是 灯泡呢 只是要证明说 这一个电路是完整的 可以让电流通过 好 同学我们可以继续看 另外一个 选择正确的电路图 选择正确的电路图 好 这里有一个干电池 一个开关和一个灯泡 那么开关呢 还是是拉上的 所以同学们 这一看我们已经知道答案是 第二个 因为只有它的开关是拉上的 OK 如果同学们 你要看一下注意啊 干电池如果是一个的话 它就只有一长一短的线 而没有两组 所以如果两组的肯定错 然后为什么 这一个干电池呢 还要看一长一短 一定要先长才短吗 第三个选择难道是错的吗 不是哈 第三个选择的画线呢 也是画出来的也没有错 它只是 它要根据干电池的正极和负极来画 如果干电池的正极那个加 那么你的干电池的符号就要长线 然后如果是负极减的话 那个符号里面你就要画成短线 记得哦 同学们 我们再看另外一题 好 这一题呢 是两个干电池 然后有两个灯泡 以及有一个已经被按下的开关 好 已经被按下的开关 全部都是已经被按下的开关 然后看好干电池 然后灯泡两个都有 三个选择都有两个灯泡 所以我们要看好这个干电池 好 干电池的排法呢 是正极负极 正极负极 这应该是长短长短 所以答案是第一个选择 然后同学们 现在你们都注重在第三个 现在先看第三个 这个电路的干电池的排法的装置法 是错误的 如果是这样的排法 你的电路是不可能会有电流通过 因为电流是要从positive流到negative 所以它不可能positive回去到positive 所以如果positive到positive 它是不能流电的 所以这一个干电池的装置 使到这个电路的灯泡 是不会发亮的 这是因为干电池的装置错误了 OK 所以你们要注意啊 那这个也时常会出现在考题中 你要看好它的干电池的装置 接下去我们看这一个问答题 下图显示两个电路 X电路和Y电路 X电路的开关是按下的 而Y电路的开关是拉上的 那么同学看第一题 就是哪一个是完整电路 好同学们 完整电路呢 就是说那个开关是让电流通过的 按下的还是拉上的让电流通过 对是按下的 所以是X电路是一个完整的电路 而Y电路还没有完整 因为它的开关还没有按下 然后哪一个电路的灯泡会发亮呢 哪一个电路的灯泡会发亮呢 它答案是X电路 也是X电路 因为它能电流通过 所以使到灯泡收到电 它会发亮 接下去 Y电路呢是没有发亮 那么针对灯泡不会发亮电路 做出推断 为什么Y电路没有发亮 刚才老师已经 婉转的讲完答案下来 它就是因为Y电路的开关 没有被按下 电流无法通过 如果它没有按下这个开关 电流是无法通过一个不完整的电路 所以你们一定要写到 不要给我答案 只是Y电路的开关没有按下 你没有回答到 没有按下就不能发亮了吗 为什么呢 因为电流没有流通 电流没有流通才是真正的keyword在这里 所以它有两种的keyword 就是开关没有按下和电流无法通过 就是要刷这两个point 它才能够拿到这个两分 如果要注意如果你直接没有被按下 你直接拿到一分啊 在我这个测验里面 如果在考试呢 在会考中呢 是没有分数的 好来同学们我们继续 D下图显示智慧装置的两个电路 好看好来 J电路呢是有三个干电池 而K电路只有两个干电池 好同学们 当智慧把两个电路的开关按下后 所以两个都按下 J电路也按下 K电路也按下 那么 它发现J电路的灯泡比K电路的亮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J电路会比K电路呢 给它就是因为干电池的数量 我已经安排了一个 YouTube在上一个视频 你们应该有去看 你看到 如果它只是用一个干电池 它的亮度是怎样 那两个是怎样 三个是怎样 你要自己去看一下 好 所以呢 它是因为它的干电池比较多 你们的答案多数是这样给我了 我觉得应该要给我的是 接电路的干电池的比较多 所提供的电力比较多 你一定要写到这两个point 第一个干电池比较多 提供的电力比较多 或者电力比较多也可以了 好 再接下去 第一个问题 如何增加K电路的亮度 有两种方法 在上个视频也是已经说了 这两个也是你在YouTube 一个你是可以增加干电池的数量 另外一个呢 你还记得吗 干电池数量如果一样的话 可是它什么东西不一样呢 它的亮度会有影响的 是的 就是灯泡的数量 所以你可以回答的问题是 增加K电路干电池的数量 或者是减少K电路的灯泡的数量 对吗 我现在K灯泡我减少一个灯泡 它就更亮了 好 因为它收的电就比较多 就是它直接收两个干电池的灯泡的电力 它的两个干电池的电力 然后不是灯泡 两个干电池的电力 好 来再接下去 如果在J电路增加两个灯泡 你会预测到灯泡的变化 我现在同样的干电是我增加灯泡 它就会变弱或者变暗淡 所以接电路灯泡的亮度 会变暗淡或者是变弱 可以记得啊 我们亮度都是用变弱了 好 好 好 接下去 我们看另外一个填写 以下电源的名称 好 这个也刚才是写字母而已 现在这个要你们打字要写出那一个 那个文字 所以第一个是小型发电机 第二个是蓄电池 第三个是发电机 第四个干电池 第五个水力发电站 第六个是太阳电池 好 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因为刚才已经再重复解释多一次了 好 现在我们一个一个看这一些电源 发电机把什么里的什么转换成大量的电能 发电机 同学们发电机要用到什么东西 才能够启动这个发电机 对发电机要用到化石燃料 我们在视频中有说到 是要利用柴油或者汽油来启动这个引擎 启动这个发电机 所以是把燃料里的化学能转换成大量的电能 好 这一个也讲过 他如果在一些比较落后的地方呢 他需要靠到这个发电机 才能提供这个落后的地方 才有电力 我已经给一个例子 你们还记得吗 就是大指弄 在霹雳走大指弄 到现在还需要generator 就是这一个发电机 所以他就是他每一天 他最多只有三到四个小时的电力而已 好 然后就没有电力了 就没有电了 OK 好 同学们继续我们看第二时 第二个 干电池的体积 这个应该很容易记得 干电的体积 叫小 然后方便携带 他把什么转换成少量电能 嗯 干电池 我们在能源那一刻已经学了 干电池含有的是化学能 所以他是较小和化学能 所以干电池的体积较小 方便携带 他把化学能转换成少量的电能 好 来 同学们 第三 是太阳电池吸收 把什么转换成电能 好 这个太阳电池呢 他不是因为热而使他能够有电 他应该是 他需要的是光 所以他是吸收阳光 然后把光能转换成电能 好 所以他是 因为你要记得我们有一种 是太阳电池的计算器 那个calculator 然后有一些我们的电池用完了 我们就要靠这个光 有光 他才会有号码出来 你按按的时候 你在晚上在房间 你要按这个 看不到 你要开灯 你才能够看到他有电 这个就是因为 要的是光能 而不是热能 所以不一定要很热很热的太阳 才能够发电 所以他只是要太阳 要有阳光 他就可以发电了 好 来 我们再看第四题 小型发电机通过 这个图画 你看 现在真的是很少 所以 找到图画 都是很旧很旧的图画 因为这个都已经生锈了 OK 来 小型发电机通过什么 OK 在小型发电机的 里面呢 会有两块的磁铁 然后 他在转动的时候 他在转动的时候 那两块磁铁在摩擦 而形成了电能 所以他是靠磁力 他就是靠磁力 然后把动能转换成电能 然后他会随着自行车的轮胎转动 过后提供电能使车灯发亮 所以是磁力和转动 他是要靠那个里面的磁铁 两个他有磁圈 然后他那个自行车的轮胎在转动 同时他的磁圈在转动 他在摩擦那两块的磁点 然后他才能够发电能 好来 接下去 水力发电站的发电机应用了 水力推动水轮 提供电能 然后把这个电能通过电缆 以电流的形式输送到住家学校工厂等 所以是水力来推动水轮 而在电能通过了电缆 电缆就是电线 电线呢 平常年少看到 因为我们的电缆都是收在地底下的 好来 第六题 水电池用来启动汽车等交通工具的引擎 然后他把水电池也是电池 所以在能源那边我们讲到电池就是 蕴藏着含有着化学能 所以它是化学能转换成大量的电能 为什么它是比较大量 它能够推动你辆汽车LOLI或者巴士 它才能有这个电力 而不是干电池的电力那个较小的 给我们remote control啊 闹钟啊 这些东西而已 好来 我们再继续 同学们 第一题 下列哪些器具需要电能来操作 这个是很明显 四个都是 为什么同学们 我也要选到这个1234呢 三 这个也是电源哦 这个就是太阳能的 这个calculator 它的那下面那块块的就是太阳电池 它就是也是需要电源啊 所以四个都需要到电 它能够操作 没有电 它是不能动的 好 好来 剪下去 同学们 我们再看第三十四题 下图显示一座水坝 下图是属于哪项电源的设备 这一看就知道是水力 发电站 好第三 下列哪种器具是使用太阳电池来操作的 刚才在前面的 那个就是 计算器 计算器 计算器就是calculator 电视机是需要水力发电站 哦 微波炉也是 小型发电机是 动 动力 OK 好来 第三 第四题 以下资料说明某种电源的特点 下列说明与下列哪项电源有关 好 电能较小 使用于较小的器具 通过化学能产生电能 好 化学能产生电能呢 就是三个有哦 干电池 锡电池 和发电机 较小的 一看就知道是干电池 所以在这六种的电源里面呢 电源叫电能较小 然后化学能转换成电能的 就是干电池 这个小型发电机 它的电能也是很小 可是它是靠动能转换成电能 然后你要记得 好 第五题 以下是某种电源的特征 以下的资料属于哪一种电源的说明 结构内部有磁铁和电线 刚才老师讲 有磁铁的 有磁力的 然后能的转换是动能转换成电能 所以是小型发电机 OK 来 第六题 有一个完整的电路 按下开关后 灯泡没有发亮 以下哪个最不可能是正确的推断 最不可能是推断 好来 为什么灯泡不能发亮 干电路中的干电池装置错误了 开我门看 它有 它加减减加好 那个就错误 所以这个可能 所以不是答案 电路中的灯泡 屋丝已经断了 就是屋丝 那灯泡的屋丝断了 也是会没有发亮的 even你是完整的电路 那一个灯泡的屋丝断了 就代表那个灯泡已经不能发亮了 所以也可能是答案 电路中的干电池的电路已经耗尽了 电力已经耗尽了 对 它也是可能 它不是这一题的答案 因为它干电池的电力会晚的 最后一个是 电路中的电线太长了 所以这个很容易 就是电路中的电线太长了 就是你们的答案 OK 好来 我们还有两题的问答题 就要讲完了 给图一显示两种的工具 好 第一个呢 是汽车 第二个是手电筒 这是XY 写出操作工具 XY是所需要的电源 好 我们还已经讲了 交通工具的引擎 是哪一个提供电源的 对 就是蓄电池 第一个是蓄电池 好 另外一个呢 Y手电筒呢 我们时常你看都知道 我们放了干电池下去 好 干电池 OK 这两个 应该记得啊 都是电池里面的 好来 再接下去 写出工具 Y所使用电源的一个好处 Y是干电池 干电池的好处 四个字就搞定了 方便携带 就对了 就是因为它很小嘛 它容易带嘛 你不需要好像续电池 只要你要两个手来捧着它 或者一个手提着很重的续电池 所以是方便携带是 那个 呃 干电池 好 就是四个字吧 方便携带 好来 接下去图2.1显示 为民进行的一项实验 它分别在电路PQ和R装置不同数量的凤鸣器 这个就是 刚才老师说 刚才老师是灯泡 然后凤鸣器 它的功能就是让我们知道 那一个电路完整 如果凤鸣器的 如果装在凤鸣器的电路 它完整 它就发出声音 好 现在你要看这一题 它的操纵性变速和反应性变速是什么 来 第一个的 电路P呢 有三个凤鸣器 两个干电池 一个开关 而电路Q的是两个 凤鸣器 两个电池 一个开关 而电路R的是 一个凤鸣器 两个电池 一个开关 所以一样的东西呢 三个电路都一样的呢 就是干电池的数量 和开关的数量 开关数量是没有影响的 所以是干电池的数量 就是固定性变速 好 然后超重性变速 是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在这里 你们看到不一样的是 风鸣器的数量 风鸣器的数量 是超重性变速 那么反应性变速 是我们所要观察的事项 我们所要观察的事项 我们要观察 你做这个实验 你观察到什么东西 对 就是它的响声 所以是风鸣器的声量 所以一个响 一个是更响 另外一个是最响 OK 所以在这里 这个实验里面 你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实验 你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要回答 那几个字 不会忘记的 那九个字 为了研究 不是九个字 十个字了 为了研究 与和之间的关系 所以这边十个字 中间两个是写 超重性变速 反应性变速 是写 这个实验里面的 超重性变速 和反应性变速 好 那么是哪一个的 超重性变速 OK 为了研究 风鸣器的数量 与风鸣器的声量 之间的关系 OK 所以来 同学们 你们可以写 为了研究 风鸣器的数量 与风鸣器的声量 或者之间的关系 不要忘记 这一些 好 就是这个 OK 超重性变速 就是风鸣器的数量 反应性变速 是风鸣器的声量 好 接着看 B 把电路P和Q和R中 风鸣器响亮的 变化形式 是怎样的 好 响 跟响 最响 应该是 啊 错了 对不起 同学们 好 我这个 这个已经 听错了 应该是 上升 跟 增加 好 同学们 我这个 这边错了 来 你们可以 去研究一下 是上升和增加 不是下降和减少 老师看错了 所以你们的 应该是上升和增加 好 来 最后一个 C 写出这项 实验中 必须改变 事项 超而反 之间的关系 就是假设 就是月和月 刚才的 超重性变速 为了研究 风鸣器 风鸣器的数量 反应 下面是 风鸣器的 声量 所以两个 写下来 就是风鸣器的 数量越多 风鸣器的 声量越低 或者越弱 所以这个是对的 所以风鸣器的 数量越多 风鸣器的 声量 越低 或者越弱 OK 今天就到这里为止 同学们 我们下课 咯